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講這個加勢事件 特別是講這個加勢事件的共同訴訟的問題 主體合併的問題 那首先在加勢事件法第41條一項規定說 這個訴加勢訴訟事件或加勢法這個 加勢訴訟事件跟非送事件請求基礎事實相牽連 那得救其中這個一事件由管轄權之少年跟加勢法院合併請求 不受民事訴訟法53條248條的限制 所以我們接著再往下看 說這個加勢法第41條規定講的 這個不受248條不受53條的限制 那似乎是指說 凡是加勢主體跟課體的合併 這個再大聲一點點 喂喂喂 好這樣應該可以錄得到 OK好 所以在加勢事件既然是說不受53條跟28條限制 似乎是說針對請求的標的內容 或者是請求的主體對象 都可以做一個統合性的處理 但是否如此 那並不盡然 首先我們可以看這個整個修法的歷程 在整個修法草案的時候 他說這個加勢訴訟事件跟訴訟非送事件相牽連 得救其中這個加勢法院來合併請求 不受53條28條的限制 那另外呢 後段說 那這個是我們邱老師的版本 意思就是說 儘量能夠讓整個家庭的紛爭 能夠利用一次性的法院徹底的來解決 不要說把這個加勢的紛爭拆成好幾個訴訟來處理 因為我們知道在這個加勢的問題上 其實不但是有這個夫妻之間的問題 往往還涉及到第三人的問題 例如說講通姦就好了 或者是這個夫妻也會生子女 所以夫妻的訴訟由假法官審理 監護權由以法官審理 撫養費由丙法官審理 通姦也要歸丁法官審理 所以光是一個家庭事件 一個家庭的糾紛 就要拆成好幾個訴訟 來去分別的處理它 會造成當事人不斷上法院 這種程序上的不利益 造成很多的勞費不必要的狀況 所以在邱老師的看法裡面 盡量是說 能夠讓一個問題 一個糾紛徹底性的來解決 最能夠符合當事人的需求 那也不要讓法院 就同樣的事情 一直重複的審理 所以在這樣的要求下 不論是家事或相牽連的民事 只要跟家事有牽連關係的話 我們都盡量讓它合併在一個法院 那這是邱老師所提出的版本 當然對於我們從事實務工作的職業來講 如果一個訴訟能夠把它合併 一個糾紛 好幾個問題 能夠合併在一個訴訟來處理的話 當然最有 最直接的反應就是在律師的成本上 就是稅金的問題 因為一個案件它會課一個稅金 然後案件就是看它的暗號 所以它不分 對於國稅局來講 它根本就不會看你訴訟的請求的標的是什麼 它只看暗號而已 那所以 從律師的成本來說 一個 紛爭 如果你拆成好幾個訴訟去處理的話 你就被課好幾條稅 但是你跟當事人可能只有收一次的錢 所以 這也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勞費 我們可以透過合併的方式來節省 不過司法院的意見就不一樣了 他說 如果夫妻之間的離婚問題 跟通姦是有牽連 例如說小三的這種狀況 或者是銀行 老公在外面欠錢 銀行要來查封 或者是銀行要來代位 銀行也是利害關係第三人 對不對 對夫妻財產制 在我們民法修法之前 他也可以去代位請求的 那就面臨到這個問題 就說 欸 那 如果這些無關的第三人 跟婚姻關係無關的第三人 也可以一起進來左右這個程序 左右當事人婚姻的這個程序的話 不但第一個是隱私權的侵害 二來也是一種訴訟權的妨礙 例如 那甚至更說 未成年子女的部分 父母通姦其實對子女已經是一個很嚴重的傷害了 如果在法庭之中的訴訟工房 彼此之間互相的叫罵 對於未成年子女來講更是一個深刻的因應 所以司法院當然是覺得說 像這一種狀況 我們還是要給他一定程度的限制 並不是說你有牽連 就一定要合併 並不是那麼的絕對 所以在司法院的版本裡面提出 說第三篇第二章 或第三章所定之家事訴訟事件 為了避免裁判矛盾得合併提取之 講的是說訴訟課題的合併 或本於同一原因事實所生之 家事訴訟或家事非送 這個可以合併請求 但有專屬管轄因向專屬管轄法院來提起 當然管轄的部分 在家事事件法已經放寬了他的要求 所以訴 但是這個管轄的部分我們暫且不論 至少家事事件法在司法院的版本裡面 他只限於課題的合併 不包含主體的合併 所以主體之間產生的問題 那麼還是要尋不同的程序來去解決 當然最重要是當事人隱私名譽 還有這個家庭糾紛訴訟權的保障 都是在我們司法院考量的一個因素當中 不過在公聽會之後 像司法院的版本跟邱老師的版本 當時在立法去爭論這個到底 訴訟主體可不可以由第三人來訴訟這個問題 後來舉行公聽會的討論 採納各方意見來做一個充分的討論 最後是說 像森老師 在他的公聽會裡面就表示書面的意見說 這個司法院的版本 是很難使人民便利的利用法院 那因為通姦 以通姦作為理由的離婚訴訟還有孫下平常訴訟 如果不能利用一道程序來做求償的話 那就會增加原告請求人的勞力時間費用 就是一個問題他告兩次 那其實說實在的 我們從隱私權的保護來講 夫妻的問題往往不是只有通姦可以 往往不是只有通姦這麼簡單 有時候還帶有許多日常生活細節的相處考量 還有個人的隱私習慣 生活的這種行為舉止 都有可能會成為訴訟的題材 如果個人的喜好也都因此 讓這個鄉間人第三人小三 也可以一起成為訴訟上原告被告的話 那就會產生說對隱私權是一種 非常極其嚴重的侵害 因為在至少我們從個人資料保護法的 這種角度來看的話 那個個人的性生活習慣 或者是這種隱私活動 都是在我們個人資料保護法裡面 非常強調保障的核心 所以 沈老師這樣的版本 當然是沒有辦法被事務所接受 那許世煥老師也是採取相同的看法 所以他說 這個家事訴訟事件的合併 為了避免裁判矛盾 或者是同一原因事實所生者 這個使得為之 那比民事訴訟法 五七二條的規定 反而更加的嚴格 不便利當事人來行使權利 這個跟我們救法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救法 在民事訴訟法五七二條說 家事訴訟的合併 是有主體的合併 那麼 這個 原則上 家事訴訟事件 在我們 民事訴訟法 這個修法之前 採取這樣的觀點 就是 更重要就是 當事人 身份權的保障 隱私權的保障 所以盡量 禁止第三人 能夠合併來訴訟 所以司法院的版本 在以前 這個五七二條的規定當中 並沒有規定到相牽連 所以有關於 婚姻關係所生的 所要不要事件 或者是 這個婚姻所生的 各類請求 那都可以在夫妻離婚的訴訟中 合併來提起 這是我們民事訴訟法的一個 舊規定 但是 現在新法 尤其是司法院的這個版本